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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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工厂里的学员都能够进步 这是新路一家工厂的服务目的 透过工厂由专门生产转型成为观光工厂的性质 开放外界进场参观 亲自接触学员手奏的作品 包括食用又美观的手工香皂 或香脆可口的蛋卷 以及茶包 书签等等 让庇护工厂不再只是等着被援助的单位 他们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品牌 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 这个所谓的竞争力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点 那也一直促使了我们一直在去进步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进步的一个动力的来源 是来自消费者给我们 那更是来自我们必须带着我们的服务对象 能够来这边长治久安 那要长治久安那必须要被社会所接受 那我们也一直想说怎么样去有新的产品推出 然后那而且这个产品我们坚持的就是说 那一定都是由我们老师带着我们的 服务员工一起去完成的 那这几年来也一直都是这样 那这个当然是我们现在所处在的一个状况 多给一点被看到的机会 这对身心障碍者来说 是多么难得又多么珍贵的事 因为他们在这里做的事 都是外界认为简单没有难度的工作 制式化的手工制作过程 摸索着每个步骤 积少成多的经验值 对工厂里的学员和老师来说 都是值得喜悦和记录的成果 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样的方式 其实是让我们的社会大众能够了解一下 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庇物工厂的商品 因为早期的时候我们很常听到 就是很多的对于我们这样的单位的一些误解 就是很常就是认为说 像我们这样的团体做出来的东西 可能它的品质是有疑虑的 可能它的卫生是有疑虑的 最早以前就是曾经有其他单位 他们是做面包的 那当有些民众他们知道说 这个面包是我们身心上的朋友做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疑虑是说 那口水会不会滴下去 那当然我们面对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希望说 我们为了要消除我们社会大众的疑虑 其实我们就开放这个空间 让我们的社会大众来看一下我们的商品 那让我们的社会大众了解到说 就是我们的商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品质 而且我们是有一定的就是符合市场的需求 并不是说 并不是我们完全都是以一个期待 就是说每一个来这边的社会大众 他们是出于一个爱心 或者是只是出于一个良善 而是说这些商品是他真的会喜欢 那从这个他喜欢这商品的过程当中 同时能够帮助到一些 协助身心障碍者就业 当然无法用一般的标准去衡量 去要求 而在这里 品质的部分是老师最引以为傲 并且愿意担保的 因为敢公开制作过程给游客参观 就是自信的最佳表现 感谢观看 不管是在屁股工廠裡面進步 還是到外面職場去進步 因為其實很多人的參觀 他一到我們的一個食品廠裡面 看到我們的同仁穿著整齊的制服 在做蛋捲的時候 他那種俐落的一個身影 他其實很多人猜不出說 到底裡面哪一個是老師 或哪一個是我們的生意商的朋友 那其實很簡單講 裡面都是我們的食品從業人員 他們都在盡他們的心力去做蛋捲 這個是我覺得 所以到底我們這裡是服務呢 還是營業 我想都會有這樣的成分 那可能為了要生存 我們必須營業的成分要多一點 因為我們必須要能夠獲利 我們必須要能夠去了解市場的需求 而且市場在哪邊 那我們的東西是市場可以接受的 而且我們要找很多的通路去販售 那因為很現實的是 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門市 沒有那麼多基金可以去鋪很多的點 可是我們就像鴨子滑水 我們慢慢的滑 我們找到可以支持我們的通路 我們找到我們透過網路 20小時來去放送 那也感謝很多的媒體願意來報導 讓更多人知道說 原來有這樣一個地方 他們做的產品 它是品質是好的 可是又有多一層的意義 那也許很多人願意來訂購這樣的產品 因為它這樣產品去送禮的話 更大方然後更有意義 那因為一份禮就幫助了不同的人族群 那也讓我們的學員有訂單有工作可以做這樣子 轉個彎遇見小幸福 其實是取自於我之前的一本新書叫 《轉個彎怎樣都幸福》 那本書裡面講的其實就是講說 其實人生真的有時候不是這麼的順利 不是這麼的快樂 但是其實你真的轉個念頭 你可以讓這些可能是阻力或是抗力的東西 可以變成是一種推力 所以就真的是怎麼看你的心態怎麼去調整 所以其實這次的時候 《轉個彎遇見小幸福》 就其實是可以希望激勵到 就是不管是在先天或者是後來 遇到一些不順利的事情的時候 可以讓自己可以更幸福一點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這次分成兩組 一種就是幸福組 對 其實它的用色跟它的構圖 其實是比較溫暖 也比較就是純福的感覺 讓人家會感覺比較幸福的感覺 對 這是其中的幸福組 然後歡樂組的話 就是一個比較俏皮活潑 然後繽紛的感覺 然後作為主軸 讓人家看到的時候 其實收到的都會覺得 好快樂 好繽紛 其實顏色這種東西真的是 最能夠影響人一個人的心情 最直接的一個方式這樣子 對 所以希望說 就是購買它做善事 而且收到它的人也可以得到幸福 我覺得這是一件 就是雙贏的事情 很開心嘛 因為就可以用藉由畫畫這個方式 能夠幫助到其他人 然後大家也 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喜歡這次的合作 然後因為我自己本身真的也滿喜歡的 已經準備要下訂好幾 就拿來這次中秋節拿來送人這樣 所以萬萬你不是下訂幾組 你應該下訂幾箱 好不好 幾箱那個箱超大 一箱差不多四五十罐之類的 好不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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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這次彎彎真的是有情跨刀 我們今年非常開心 找到了彎彎 那之前王東城他也去設計了一個大東照 那他都願意去參與這樣的過程 然後他們參與去設計之後呢 也很有趣 他也會幫我們買喔 也幫我們推銷 那我覺得這個過程是滿不錯的 而且他其實是去認識心路 認識智能障礙者 那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的話 我想都還是有很多的機會 那我們會不斷地去探尋可以合作的對象 那今年是跟彎彎 那我們去年有老夫子的加入 那其實這個是也是一直push了我們 其實他都跟外面的市場一樣 都必須要經常去推陳出新 然後是有意義的一個創意的結合 那這個是也是我們的一個挑戰 那也是我們現在跟未來 也一直要持續去做的一件事情這樣子 我們一直覺得好像對 很多人覺得我們是公益團體 我們是深淨的團體 那大家都會覺得說 那要來幫忙 那所以其實好像 我們一直是被幫助的 可是我們一直更強調的是說 其實我們如果要提供一個 給消費者好的品質 我們是希望是先讓消費者看到 我們的品質是好的 比如說我們蛋捲很好吃 口感很紮實 香味很夠 那又是很天然 那我們的香皂是很環保 然後洗起來又很滋潤 我們希望是透過這個好的產品 先透過好的產品去認識心路 然後再去發現到說 哇 原來這些產品都是一群身心災害者 他們一起去完成的 那這個是我覺得是更珍貴的 因為這個代表這個商品有兩層的意義 那也去帶出我們最終 我們其實為什麼要成立PV工廠 當然最終一定不是為了賣東西 而是我們真的是希望說 更多的社會大眾認識到說 原來這個社會上 還有一小群人 他們也許先天上有一些限制 可是他們也很願意工作 他們是了解工作的一個價值的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PV工廠 能夠去彰顯身家的工作的價值 那其實彰顯身家的工作價值 也去代表的 讓我們一般人也知道說 其實有工作可以做 有夢想可以想 其實是一件很單純很單純的小小的幸福 那我們是 這個是我們一般人都適用的 所以我們常常也很歡迎 很多的社會團體 甚至很多的親子團 很多學校 他們也都會來參觀 我想他們也是認同 這樣一份的一個價值 那這是教育 是百年大計 他希望這個地方是可以去 教育更多的一個 比如說是學生 他們知道說原來 其實工作 去工作是一個很簡單的小小幸福 就像我們小時候 有事情可以做 我們很開心耶 我們不會去計較說 工作好累 而是我們覺得 有一個我喜歡做的工作 然後工作起來很開心很快樂 那我想這是 這是我們一直想要去 去呈現的一個價值在這邊 將自己定位為有競爭型的庇護工廠 訓練和對待員工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會更積極 也會更努力 也更有市場概念 推陳出新的設計 是更符合消費者市場的需求商品 產品也更能與其他同業比較 工廠即將邁入成立的第十年 從草創的摸索期到如今可以站在競爭市場的地位 學員的努力和老師不放棄的精神 也將繼續支持這工廠 迎接下一個十年 作詞・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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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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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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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